中央社莫斯科5日综合外电报道俄罗斯新闻社RIA今天引述国防部长萧伊古的话报道,俄罗斯为了硬 对美国退出中程核飞弹条约的计划,必须在2021年前研发新型陆机巡异飞弹与新型陆机高超音速飞弹 在美国指控俄罗斯违反冷战时期签署的中程核飞弹条约INF规定,并宣布打算退出这项条约 后,俄罗斯总统普廷弗迪米尔帕廷两日表示,俄罗斯已终止这项条约 与此同时普廷说,俄罗斯应研发新型飞弹作为回应 俄罗斯新闻社引述萧伊古塞尔赫萧谷的话报道,萧伊古下 令军方着手研发两款新型飞弹系统,并确保在2021年以前完成这项工作 译者,曹宇帆,何稿,陈玉婷1080205 来那么长期 nier父亲 欢迎金死,曹宇帆,何sa